时间脉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BC澳洲乐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Kao 您对澳洲流行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叫我们有新的video新的消息 您的第一首取得最新的情报 好我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业界的一个消息 那我相信大家按进来这个缩图的时候 就大概知道了 这个中国的护照 Chinese Passport 它现在的这一个risk level 已经被降到level 3了 那长期有follow我们影片的朋友们 应该会大概知道 就是说留学签证的时候 因为这一年来非常多的举钱 所以我们通常都希望就是 我们申请的所有这些留学的application 都是落在什么 level 1 不管是护照别 或者是这个你的课程选择 都是落在level 1 为什么要落在level 1呢 因为level 1你就一定会批准嘛 所以我们的批签率都拉得非常非常之高 那昨天只是刚好跟一些业界的朋友就是 在不是留学 是学校 学校里面的一些高层 在闲聊的时候 他们说最近收到非常多 突然间这是一个英文学校 这还不是大学 因为英文学校其实影响非常大 因为传统来说 会去澳洲读英文的 除了打工度假的族群 还有很多的日本 但是日本人现在 他的这个market也drop了 因为首先第一呢 现在AI啊 手机啊 练习英文的这些软体啊 非常多 还可以online的啊 视讯的啊 那为什么还要飞出去读英文学校呢 以前传统就是说 你出去一趟旅游 没有花太多钱 又可以体验国外 又可以学英文 ok no problem 但是当他们把 今年年初 当他们把这个学生签证 涨到1600澳币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说 我神经病 我只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地方 我花那么多钱 就为了一张签证 why 所以很多人就drop下来 所以像这个南美的啊 南美很多原本都会去澳洲 他们就基本上他们在 他们就是跨太平洋嘛 从南太平洋的另外一边 飞到另外一边来 就基本上就可以上 读英文等等的 因为他们如果去飞往北飞飞去美洲的那个距离 或飞去欧洲的距离 都没有比来到澳洲来的方便 所以很多南美就跑到澳洲 但是一样啊 你学钱把它拉到那么高就不行了 然后日本的这个market也drop下来了 那纯粹现在就变成说很多是level 1 要读这些大学硕士的这个签证都还是会批准 那昨天呢我们跟这个某语言学校的高层聊天 就电话聊天了 大家都知道基本上落在一个时间点在今年的11月18号已经公告出是内部的消息 所有澳洲的学校他们的这个我们知道这student cap他们的配额 基本上就会发出来了 那到底哪个需要多少配额 到底哪个需要多少配额 大致都会知道了 那同时他也跟我们讲啊 讲为什么会谈到这个 今天这说你们按进来这个说图讲到这个 中国的护照被降到level 3 因为他们也提到就是说 最近收到非常非常多在中国内部的内地的仲介联系这些语言学校 跟他们赶快签约啊 因为赶快要送签证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内部因为经济环境不是太好 然后很多人想要什么 论啊 对不对 前阵子非常多人论到南美的跑到那个美国去等等 也有也有甚至有跑到澳洲 加上这几年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中国护照持有人在澳洲申请了 这什么难民签证庇护签证 因为内部基本上很多问题嘛 所以造成了整个中国护照的这个risk level 一路从原本之前都要谈到level 1 对不对 然后把它drop到level 3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那么多人来申请 在内地的仲介来去跟澳洲的英文学校 申请合约呢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student cap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在study australia的网站 那他这个student cap呢 大家知道最主要就是数字嘛 他们会把它限制一些配额嘛对不对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有哪一种类型的学生签证是不会被限制配额的 第一的都是中小学的啦 或者是一些exchange student 然后higher degree by research 就一定要做研究我的master by research 或PhD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stand alone early course student 这就是重点了 他们看到这个 原来读英文没有被配合限制 那我们赶快去跟所有的这英文学校干嘛 签约然后送学生出去 然后纯粹就读英文 难道这样就可以过关了吗 这是为什么非常多的中国内地的中介开始 往澳洲送 读英文班的 以前传统都不可能这么做啦 传统来讲的话这一二十年来 我们见到的中国留学生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雅思什么都拼到很高分的 出去就是拼个大学硕士 然后就技术移民 对不对 每一个都是学霸来的嘛 现在没有耶 因为他们被drop到level 3 所以很多学校想送不一定可以送得成 还有可能会被拒 所以然后再加上变成level 3 所以他的学校会去收 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也会降低 前阵子在雪梨大学那边 还特别做一个什么random check 然后基本上很多人在新闻内部在讨论 基本上就是针对中国留学生 所以现在遇到非常非常多问题 那内地的agent呢 现在把他们的focus放到什么 语言学校去 难道这样就可以过吗 所以那个时候昨天晚上 这个语言学校高层就问我们说 这样子OK吗 我们送中国的留学生来读英 因为他们他们就他们只是很讶异说 我们已经开业几十年 我们从来都没有收到那么大批那么大量的 中国留学生要来读英文 这样OK吗 OK那我今天这个影片就来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OK 其实移民局它 它的官网有一个叫Document Checklist Tool 在留学生的这个签证里面 我们基本上就是把 你可以放台湾或放任何国家 我们放China 对不对 读一个英文学校 Lexus English College School 反正你可以search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英文学校可以search 一大堆 一大堆 大家可以去search它 好那我们就按照Display Evidence OK 那它就告诉你说你要准备什么资料 那这边最最基本的就是什么护照啊 然后Warefair啊 Parental consent啊 然后要保险啊 大家注意这个 我在其实我在之前的影片就讲过了 你没有student cap well fine that's great 但是所有的学生签证申请 还是要过genuine student requirement GS的 OK真正在拒的 真正在拒的是这个 genuine student requirement 不是student cap student cap 只是让你根本连 申请的配额可能都抢不到而已 你抢到了 你拿到的那个配额 你可以申请学员期限 不等于一定就会过尾 你申请了学员期限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想一下 如果按照他们概念 我估计他们想做什么 他们可以抓一大堆30岁40岁50岁的 这个 在内地的 这些客户 他们想要出去了 有些是这样子 OK 然后你帮他申请一个 这个去读英文的 你就会过吗 你就 你就这样想 你就会过吗 除此之外 那你说好 那我们不要 我们早那20几岁 你们就要读书 那问题来了 你20几岁你要读书的 你为什么 你通常 因为通常这一种他们有大数据来看吗 通常这种人应该都是英文已经ready 然后去读大学的 你怎么可能会去读一个standalone evic course的student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几率也不太高 除此之外呢 你在GS一定要过啊 所以GS这里面要问什么 你必须要去叙述你现在的current circumstances family community employment economic circumstances 我跟你讲现在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这个employment和这个economic circumstances 基本上会让非常多的这个学生签证申请人 或者是这个这个车其实GS也会影响到那个工作签证 很多拒签的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边经济不好 你出来你就是想要论的 百分之七八十的签证官一定会懂这个的 什么意思他论你就可能会黑在那里啊 其实现在黑在澳洲的中国人数字一直在攀升 所以他一定会知道这个东西的嘛 所以你的拒签率还是会非常高 而且你再看一下 你如果是那种大税速的又跑出来 你现在没有工作 失业又跑出来要读英文 对不对 It's not genuine 我们昨天的影片讲到什么叫genuine 你是真实要来做这个事情 还是你有其他的intention OK 这个是重点 Explain reason why you study this course 你为什么要来读 你在为什么要来读英文 英文课程 那你complete以后对你有什么好处 中国现在提倡全部都用中文 不需要英文 读完英文你回中国有好处吗 不一定啊 对不对 Determine relevant information you like 对不对 然后还要写150字啊 你的最高学历啊 你如果学历都已经学士硕士了 你还要出来读英文 那不是很奇怪吗 然后你有没有澳洲的学历啊 你的circumstances啊 potential circumstances in Australia 如果你的财力证明都不太够的话 我怕你在这边违法打工等等的 value of course future immigration history other relevant matter 所以我今天要讲什么东西 今天这边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 说透过我们留学移民产业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geopolitical的这个环境 就整个地缘政治的环境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 透过昨天这个英文学校的高层得知 诶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内地的仲介 要去澳洲突然间要去签那么多的 英文学校 那基本上签这个学校 基本上他们目的就是想要送签证嘛 因为送英文英文学校的签证是没有被限制配额的 但是重点来了 你可以送不等于会过啊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GS还是得去陈述你为什么这个人要出来读书 那这个也相对的反映什么呢 就是中国内地现在的经济等等很多的问题不断的在攀升 那这些内地我不晓得这些中介我个人感觉这些中介 有一大半是不孝业者 基本上就是想要骗钱的 你一辈子做那么多的留学 都在做 大家都在做什么硕士班啊 学士的啊 你突然间来去 那么积极的去跟澳洲的语言学校签这个东西 你到底要干什么 那我个人感觉你骗的这个迹象比较多啦 所以我能预测到的就是说 接下来大家很多可能在小红书上面 你会看到很多我们可以帮你办 没有澳洲没有配合限制 可以来澳洲读英文的学生签证 去了以后 登录以后你要干什么再说 一定会有很多这样子的广告出现 Anyway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留言给我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